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打底裤已经失宠了。 今年流行这三条裤子,杨子已经穿上身了。 陆春时节,小仙女们都在穿什么样的裤子呢? 如果说你还在穿打底裤的话,那就过时了,这三条裤子才是今年的流行款,杨子已经穿上身了。 千万不要恋恋不舍的,放不下你的打底裤,虽然说这种裤子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瘦腿效果,但是穿搭风格也太单一了。 如果想要这个春天穿得美美的,那就赶紧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青春最火的三款裤子吧。 款式一,阔腿牛仔裤。 小编可是非常理解,为什么那么多女生钟爱牛仔裤的。 毕竟青春的牛仔裤非常的减零时髦,但是当牛仔裤结合上阔腿裤的版式以后,绝对会美得让你爱不释手。 杨子在中餐厅中这套白色T恤,加上牛仔裤腿裤的穿搭,真的是让小编参考了很久。 阔腿牛仔裤不仅超级遮肉,显得杨子身材比例超好,还非常的显腿长,整套穿搭简直美腻了。 建议穿搭衣,白T恤加阔腿牛仔裤。 而且细心的小伙伴们会发现杨子也是属于微胖体型的女生,所以她也是非常钟爱阔腿牛仔裤的。 这种裤子不仅无敌遮肉,而且非常显腰身。 穿上阔腿牛仔裤的杨子可以无限的优化身材比例,完全看不到她肉肉的双腿,随便搭配一个白T恤,整体看下来非常的纤细苗条。 建议穿搭二,印花卫衣加阔腿牛仔裤。 而且你一定想不到阔腿牛仔裤到底有多百搭,无论你从衣柜中拿出什么样风格的上衣,阔腿牛仔裤都能够妥妥的给你搭配好。 如果是深色系的阔腿牛仔裤,就可以像杨子这样搭配一件黑白拼接的印花字母卫衣,再加上一根红色的丝巾装饰,整个人看起来又潮又酷,而且还非常的显瘦。 特别适合那些体型微胖又比较喜欢中性穿搭的女生们。 建议穿搭三,短款外套加阔腿牛仔裤。 牛仔面料的裤子非常适合我们日常出行或是旅游,而阔腿牛仔裤更是普通牛仔裤的升级版,让我们轻松驾驭所有类型的上衣外套,穿在身上不仅显瘦,还非常的舒适。 穿一次保证你就会爱上阔腿牛仔裤。 所以杨子很多的出镜造型都离不开一条阔腿牛仔裤,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就赶紧试试吧。 款式二,工装裤。 颇具嘻哈风和个性的工装裤简直是今年大热,因为工装裤有着嘻哈风的版式设计,又有着非常时髦的锁环元素,让每一个穿过嘻哈裤的女生几乎都会上瘾。 这部杨子就已经穿起来了吗? 他选择的是一件粉色的印花嘻哈元素T恤搭配上深蓝色的工装裤,真的是超级遮肉显瘦,而且高腰的设计让杨子看起来身材比例超级好,难怪杨子如此钟爱工装裤呢。 建议穿搭衣,黑色T恤加米色工装裤。 穿工装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,就算穿浅色也丝毫不会显胖,像杨子这样选择一件米色的工装裤,上搭一件黑色的衬衫T恤,整个人真的是超级时髦洋气。 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穿戴实在是太减零了,让杨子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,要嫩出水来。 你是不是也超级心动了呢? 建议穿搭二,连体工装裤。 除了工装裤去单件搭配上衣,连体工装裤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 杨子,有一套机场造型是白色的连体工装服,加一根黑色皮带点缀,真的是完美修饰腰身。 工装裤不管怎么穿都超级显瘦,简直是微胖女孩的福音。 连杨子都爱不试手的裤子,你也赶紧试试吧。 款式三,休闲运动裤。 最后一款就是超级舒适的休闲运动裤了,可能很多小姐妹们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这种裤子, 但是参加工作以后就慢慢的不再穿了,其实这种裤子是非常时髦,而且百搭的。 平常气温回升的时候就像杨子这样穿一件衣领T恤,再穿一件宽松休闲的运动裤,能够将你整个人的身体线条无限延长,想不瘦都难呢。 而且这种裤子完全不挑人,真的是怎么穿怎么好看。 所以我们会看到,杨子很多的私服穿搭里,都离不开休闲运动裤,没错,就是这么好看。 建议穿搭,黑色夹克外套加黑色运动裤。 如果你想要把运动裤穿得稍微正式一点的话,那么大可以选择一件黑色的夹克外套啊。 一身整齐的黑色系服装穿搭能够完美地修饰,你的身材线条,让你看起来整体穿搭和谐统一。 像杨子这样休闲裤的一整套穿搭,裤炫十足,简直是引领时尚潮流,心动的小伙伴们,可以穿起来了。 杨子中餐厅解锁新造型,衬衣搭配格纹裤,丝带系马尾超简龄。 长江是很多人不陌生的女艺人,以童兴身份出道的她已经以家有儿女受到关注。 而且现在长大的杨子也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,凭借出色的演技抓住了观众的心,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出演的电视剧。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她的近况。 这就是长江,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认出现在的她。 最近参加了综艺节目中餐厅的录制,节目中穿的造型可谓时尚,成为了时尚教科书。 这次看到她戴着调皮的马尾造型,细着薄荷绿色蝴蝶结,这种发型时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展现出优雅。 这次长江中,白色T恤搭配黑色短袖衬衫,结上衣角,看起来很时尚吗? 下半身的这条格子图案元素的阔腿裤也不仅个性十足,有时尚感觉的爆棚,而且还增加了整个杨子的身高,和小白鞋很相配。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次全身充满青春感的着装? 接下来换上了不同的服装,这次的长江看起来也还是很有青春气息的,不是吗? 这次她低马尾搭配有个性的耳环,看起来仍然很时尚。 白色字母印花T恤搭配蓝色牛仔裤,搭配休闲,但总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着装展现青春感,不知道你们喜欢吗? 最后是少女,也是青春的衣着,营造出满屏的甜美气氛。 这次长江选择了白色的渔夫帽,出镜,单方面的耳环也很有个性。 粉色条纹衬衫搭配浅蓝色牛仔裤,这种搭配看起来还是很休闲的,青春又老了,不知道喜不喜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